花莲省政府7号在香格里拉台北远东国际大饭店 举行2022流星花莲山海星光天文旅游系列活动记者会 介绍今年在花莲展开的八项天文主题旅游活动 天文解说员课程以及认证 打造一系列属于花莲夜间的满金瓶旅游 县长徐中卫亲自到场宣传 乘致邀请全国的乡亲前往花莲 享受独有的特色活动 欣赏无光害璀璨的星空 三二一请起动 2022流星花莲山海星光天文旅游活动正式起动 花莲县长许正伟表示为了促进夜间观光发展 县政府从109年开始推动流星花莲天文旅游活动 将花莲的山海星空美景连结在地产业以及活动 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正向连结 让优客在花莲多足一晚留得久玩得深守得慢 细细体验一系列的精彩活动 我们星空旅游从109年开始 那109年110年这两年的经营其实对于全国的赏心 到花莲其实已经成为口碑 而今年我们更推动了八个路线 而这个路线结合了我们的七星坛 结合了还有我们的六十十山以及赤柯山 另外也结合了整个地方的文化 还有这个经济让它整个把它链接起来 这次活动中花莲有多家的旅游业者 也带着相关的产品与活动 让现场来宾可以深刻体会 花莲的旅游多元以及多样化 今年多罗马赏金跟县府搭配的星光旁班 有两个在分别在七夕情人节 以及在中秋节 那出海除了星光之外 其实在最远最美的月光海 那我们可以在海上去感受一下 大自然如此的美好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海上也会请到我们知名的主厨 龙哥斯特会在海上做在地的鱼货料理 观光处长张志祥指出 去年六星花莲山海星光天文旅游系列活动 获得广大回响 银河银河活动 已经率先在3月25号到26号 4月1号以及2号 在大农大部平地森林园区举行 结合萤火虫生态与星空导览 由社区导览老师与天文老师 带领大家踏入漫步银河 漫谈银河 透过天文老师的介绍 以及在地手工造职人的引导 让民众做出自己独一无二的 星空手工造 记者林杰台北市采访报道